中! 喔! 這個有拉力喔! 哇!超大絲狗弓啊! 變男人的夢想 軍火庫 外面它全新品大概一萬四、一萬五左右 這一把它只有沒有使用 它等於還是全新品 對!它等於全新品了 它這次售價9300 它這個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如果等一下斷掉就直接做成交 這樣29800 好!交給你的 再點一下 好! 大家好!Mega 我們這個釣魚人 永遠少一把桿子 少一把捲圓器 大家看一下我後面 就算我現在這麼多釣竿了 但是只要看到我釣竿架上面有一個空位 我就想把它給填滿 聽說最近有開一個釣具店 還蠻特別的 好像是賣二手商品為主吧 好!那這次就打算去炒勝一下 如果有看到順眼的 價格OK的 就直接給它買下來 出發! 現在到了 這邊是這個阿幹路牙釣具 阿幹這兩個字 大家如果去釣海田的話 大家可以非常深刻的體會 好!那這家比較特別 主要都是賣一些二手技賣的商品 有句話就是說 早買早享受 玩買想折控 來這邊就對了 但是我不知道這邊可不可以拍 所以我先去裡面問一下店長 歡迎光臨 來進來這邊 這邊是一個展示櫃的概念 老闆會隨著當季的商品 放一些不一樣的搭配 像是穿搭、帽子、還有當季的釣竿 像最近天氣比較熱 我想老闆應該換成 比基尼放在上面 現在這家店一定會看到一個重點 來 變男人的夢想 軍火庫 這邊釣竿還飛 然後從溪流阿到耿雨阿 這邊其實要找都找得到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大概放了什麼東西 這把消雞滑 你看它的整體的設計非常的簡約 而且拿起來非常輕 我最喜歡它後面這個握把 這個握把越小我越愛 然後這邊售價7,400 欸這邊 這把看起來差不多9.5層新而已 在二手的售價差不多要1萬多 但是這邊7,400就有 這把我看網路上蠻多人在用的 也許今天可以買一把 喔這個這個 這個太燒貨了 這把我沒看過 但是這個外觀非常吸引我 如果自己家裡老婆阿或是女兒想要釣魚的話 這把桿子蠻適合的 這個好像有點搞頭 老闆請問一下這個 這個乾家捲9,000是不是 乾家捲9,000很便宜 光是這個金康要賣可能就7,8千喔 等於說你買金康再送你一把桿子 而且這把桿子也不是隨便的桿子 這把是哈口 它是一個還蠻有名的旅行桿的桿種 這個放到口袋名單裡面 再來看看什麼好料 這邊土拉拉也蠻多的 這邊就有兩把 不過土拉拉我不熟 就不再做介紹 前面卡蒂夫這邊也蠻多的 有比較初階的卡蒂夫 2,000多就買得到了 還有高階的 Difu Limited 這把6,000就可以 而且還還免責 來這區也是有些新品可以挑的 這一把我好像沒什麼看過 老闆這個我可以拿起來看看 有眼光喔 這把我們前幾天剛到 這把是陰井 610TT 我在一般市面上好像還沒看到這一把 這一把算是很新的一支釣竿 是 等一下它這個有點像雞釣竿 這一塊的部分 它有點做得像喇叭口的部分 你看到它是漸大 對 所以它在感度的部分 它共振傳到這邊 它會放大 0.1到15克 哇這個範圍好寬喔 對 基本上什麼都可以掉了 我幫你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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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wn 對,我們也有些新品會進來 好啊好啊 這邊是釣竿的部分 那其實捲鮮器也有在賣二手的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邊捲鮮器的品項沒有像釣竿這麼多 但是我一眼就看到這顆 哇,這顆魔龍耶 這個在二手售價可能要無位數起跳 我們看一下,來揭秘一下這邊的售價 7000 而且品項看起來還蠻新的 大概我自己看了 8到9成左右 7000,很可以 這個買回去收藏 人家看到了,給你比個大門子 還有黑糠 黑糠這個捲起來就是順 售價的部分 揭秘7200 哇,你有看二手左手黑糠的售價 差不多也要在1萬上下 不過這個看起來是 它沒有原廠的握完 所以賣到這個價格 但是我也覺得CP值非常高 好,這邊還有一些服飾喔 這些服飾看起來是老闆他們自己設計的 這邊還有附一個魚尺 人家說偷跑步就有魚在說 你這個魚釣多大沒有魚尺 人家是不會相信的 這個設計我覺得蠻特別的 像這個是台灣原生魚嘛 像是會不會出捲仔啊 台雷啊之類的 這個圖片我們當初發想是說 就是紅貓嘛 因為紅貓是台灣原生魚 是 對,那我們會做這塊魚尺 主要因為我們是做釣魚服飾 對,那服飾我們也會附上一個魚尺給你 就是希望我們釣友可以去量 溪流魚的就是生長 它是一個簡便的魚尺 對,那我們之後 你看到上面這個圖片 我們日後也會出T恤 現在是紅貓 那我們下一件是台雷 然後再下一件我們會出就是捲仔 因為比較少有品牌服飾是做這種台灣原生種的魚 對,所以我們就是希望可以做到就是 可以跟釣友會有互動這樣子 對,好 希望可以跑台灣一圈 然後把這個原生魚 把它印在我們的Logo上面 那之後如果是出捲仔 會不會魚尺要出到這樣子 是不會,因為它就是一個象徵 那這個部分我們之後做的台灣系列 我們也會希望就是在 在我們的Facebook社團上面去詢問 各大釣友的意見 就是問他們需要就是 想要用什麼樣的魚印在我們的T恤上面 就等著網友敲完這樣 對對對對對 就是把它印在上面 然後我們也希望可以跟觀眾有一些互動 希望打造一個很良好的台灣釣魚環境 對,那周邊還有很多的服飾像是釣魚庫 它一些設計都是有針對釣魚去做設計 就是口袋,口袋的部分也有特別加大 對 對,希望可以在使用上更方便 哦 對 老闆 你這邊 東西太多一點選擇障礙 我這邊有幾個需求 是 就是 第一個 廁所在哪裡 我這邊的需求就是說 我想要一個溪流的釣竿 然後我也想把打帶的釣竿 東北季風快來了 我想要海爐竿 給你把暗泡竿 你想要的釣竿蠻多的 所以我們先一樣一樣來 好 好 我們從 我們先從打帶開始探 OK,沒問題 那你剛剛有針對你挑選的釣竿 譬如說你要釣帶 對 我先跟你講一下 這一隻 這一隻比較特別 這一隻的客人 希望以整組出售的方式 對對對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啦 那他還蠻佛心的 他 金康 15年金康在配上 Harko這一隻 對 他才賣9000塊 9000 我那個時候 自己當初看了 我自己也想收了 對對對 來,刀竿子 因為他是R釣 這邊看到 他是整個做一個弧度出來 哦 他比較不會像魯魚竿 只有彎前面 對對對 他是要用整個釣竿的 力量 去吸收魚的空壁 那等於說拉起來會蠻爽的 拉釣的特性哦 他可以同時就是抵銷 大家突然爆出那個力量 對 這一把 哦,這一把可以這樣子嗎 就是你可以去教授啊 就是要... 就是這一隻 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這個...這個... 再募選 二手募選 比較沒那麼好 金額也是還不錯 三千元 這把可以說打掉 對 如果... 如果... 等一下斷掉就直接合成交易 就直接合成交易 我這時候想要去馬祖試試看 哦 對對對 想說 海爐竿應該也是要來一把這樣子 那我一開始建議你 如果 要嘗試海爐釣的話 親手 拋起來才舒服 是 才久 對啊 剛剛我們店裡面有一隻 Gamakatsu的Tigaro 這一隻他的設定是在 青海爐上面 外面他全新品大概一萬四一萬五左右 這一把他主人沒有使用過 他等於還是全新的 對 他等於全新品了 對 他這一隻售價九千三 他這個... 大概七八而已 差不多差不多 出來就可以買到新品了 對啊 對啊 其實其實有還蠻多寶物的啦 這個欠買 再來就是根羽毛的 消肌 消肌爽 Damakatsu的 對 所以說他叫這個爽 就是說讓你... 可能買起來比較爽 對對對 這隻你有注意到 他跟其他竿子比較不一樣 他的... 他連套子都還在上面 主人買來 他沒有用過 對 2500耶 對啊 非常的便宜 剛剛有對你做一些介紹 吊呆暗拋 然後我們海爐跟雨跟溪流 這個部分就是請你選一下 全都要 盒包失血的時候到了 好 準備買單啦 就麻煩你幫我打包一下 OK 沒問題 這樣29,800 好 交給你的 再點一下 好 OK 無鈔所知啊 真的 價格上面看起來很多 但實際上這些如果 真的要是要買新品的話 哦 這些新品哦 新品的話大概可以快乘以二哦 乘以二 我可以等於是我用半價 然後... 而且品項都還不錯這樣 對對對 所以說這邊價格都是由賣家自己決定 他想賣多少爽賣多少就賣多少 對像你如果有東西你有吊單想要寄賣 對 不然我們這邊就是一個月會收你300塊的租金 租金 對 那定價的部分就是完全由你來決定 OK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幫你去一個Po文 幫你Po文 然後聯絡客人 然後還有給你寄送 對 對對對 你就不用擔心被放鳥啦 對對對 這個對你也是一個保障 對 那這些比較麻煩的事情就交給我們來處理 好啊好啊 那我們還有一個就是我們雜貨 雜貨也可以賣 雜貨也可以 對 你家裡如果有一些路牙 路牙沒有用到的啊 或者是包包啊 那些人人生不品小雜貨的部分 我們這邊是收一個月150 如果有比較便宜的釣竿 我們低於3000塊的釣竿 或者是捲線器 對 只要他的新品價值是低於3000 是 對 我們這邊月租費就是150 寄賣費就是一個月150 OKOK 對 沒問題 OK 感謝感謝 今天撿到寶了 撿到寶 真的 哦 生理影片 哦 我是第一次抱著這麼多釣竿走 哈哈哈哈 好 OK OK 好啦 OK 拜拜 拜拜 明天我就拿這把小雞爽去爽一下 走了 我現在來到北海岸的耕吊盛地 在這邊栽這把小雞爽一下 這邊應該就是以石斑為主啊 不大隻 但是消遣還可以有 哦 這把改度真的不錯 很墊耶 連現在切水的感覺都感覺得到 秀一下秀一下 哎呦 很有架勢耶 天蠻泡腳趾 受得掉這樣比較涼啊 我先弄這隻鱉 撿好哦 撿好哦 大家下去幫你抓哦 撿很大隻啊 少說兩三斤有 這隻可以賣不少錢 對身體很不舒服 他現在要爆衝了 我也覺得 你撿好哦 你撿好哦 我撿好哦 哦哦哦哦哦哦 爆衝 哦哦哦哦哦 哈哈哈哈 這個憋扭尾巴 哎呦 沒有沒有沒有 他要咬我 他要咬我 超大隻憋 大隻耶 你一直看我會怕 很大隻 很兇 哦哦 你不要靠太久了 大隻 不要看見我 不要客氣 大隻哦 這隻可以賣兩千塊吧 有 追蹤你哦 要咬哦 開咬了 騙掉 那我沒人拿就可以拔好看 那邊有個水溝啊 他在那邊睡覺哦 超大的耶 直接抓到那邊跳 沒有 弟弟就把他勾起來 這很重 手現在在抖 好大 去海釣來抓到別人 很神奇啊 日啊 今天早上的時候長太滿 那個長蹄沒有露出來 然後現在 跑出來了 它要上面往兩側掉 我覺得效果應該還不錯 但現在北海岸真的很漂亮 太陽照下來整個水 超清澈的 這邊也很 非常適合玩水 其實這邊的景色不輸澎湖啊 中魚囉 中了 誰衝出來咬呢 開光啊 Dime Spock 小小隻 真的是還滿爽的 有一隻之後就有信心了 可能這邊可以再搞到一些更大的 我覺得下面有貨哦 哦 中 中中中中 哇 天竹丟 不知道還是在這裡遇到你啊 好 這邊邊掉了 感覺不會太差 中了 中 鑽洞 這邊邊邊很多魚了 猴鳥 當個小朋友了 小黑貓 放生等級 拜拜 看有沒有可以入菜等級的啊 中 這隻比較大哦 又中了 來這邊釣啊 哎呦 體型越來越大囉 再白石本又一隻 欸 其實不用去澎湖啊 這邊就滿多的 哦呦 一下竿就中了 中 中魚啦 小豬的 今天要到幼稚園啦 中 那邊石斑窟 小豬 對 哦 不錯哦 體型開始上修了哦 我覺得我要跟你交換一下桿子啊 而且那桿子應該是有什麼加持 哦 這個是陰井的 你要不要用它 好 我用它 可以借一下 哦 這個很輕耶 有拿跟沒拿一樣 原來現在退潮 這邊中間後也可以送 然後我會挑 外面特別有浪的地方 代表這個洞裡面的流水是暢通的 走 哦 有餒 真的有餒 這可以哦 這可以入菜了 哦 有餒 這把桿子很電啊 一咬的巡航非常明顯 然後預測是正確的 那邊後面 正常魚在翻耶 中 哦 又有石斑窟哦 小猴鳥 中 丟中了 哇 石狗公 大山園 大山園耶 黑猴鳥 代妹 還有這石狗公 底氣大山園不錯 現在換這個蝦子是不知道叫資金蝦 還是資金蝦 化底的時候叫資金蝦 中魚的時候還是叫資金蝦 中 中哦 小朋友 怎麼又死你 中 哇 粗的咧 直接咬腳邊啊 嚇死人 這隻小腳邊我放下去 我理線一下就咬了 這隻可以加菜啊 入菜入菜 這釣這個香蕉比較深的地方 哦 中哦 這隻應該有提醒哦 哎 還好耶 拜拜 中 中 這個有拉力哦 哇 超大的石狗公啊 可以哦 哇靠 這可以 這石狗公很行啊 石狗公 有一點東西啊 我本來把它靠 靠了一點太近哦 怕它 插到我 就變粗糙了 又張開 然後卡在岩石裡面 加尼 對 戰鬧 崩 再次 如果 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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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